各位师兄大德,我是小赖,欢迎来到天天学习,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世间夫妻的前世今生因果解析 想要家庭关系和谐的人必看 与人多数都怨恨丈夫,不怨恨丈夫的少 男人也许会说,我媳妇还恨我啊,我还不知道呢 我告诉你,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 女人为什么抱怨得多 因为女人从嫁给男人的那一刻起,就把全身心都交给了这个男人 成家以后,爱这个家,爱丈夫,爱孩子,为了这家拼命地干活 结果,这个丈夫不会说好话,有的男人一辈子不会说一句好话 从来没有说过,妻子,你辛苦了 甚至有的女人干了一天的话,想对老公撒撒娇 讨两句好话听听,就对她老公说,哎呀 老公啊,我今天没有少干活 累啊,结果她怎么说 她直住嗓门大声吼吼,谁不干活了 过日子的,你累,别人不累吗 一句话就把女人冲撞得眼泪汪汪 觉得委屈得不得了 回到房间里一个劲地掉眼泪 想,真是气死我了 怎么找了这么一个木头疙瘩 好话都不会说 本来想找个安慰,没有找着不算,还受了一包气 嫁了这么一个不会说话的男人,或者一个倔强的男人,或者一个贪玩的男人 语人在家一定生气,抱屈 语人啊,你们今天听了我的课就应该明白了 什么道理呢 语人啊,你前世欠他 今生才嫁他 你今天嫁给了老张家 老李家 你为啥没有嫁到老王家去 因为你欠他才嫁他 所以无债不来 无缘不拒啊 有人说,老师啊 你可别这么说 要是说我欠我丈夫吧 我丈夫本来就对我不好 他要是知道我欠他的 回去,他不得揍我 有人说,我不欠我丈夫的 他带我挺好的男人啊 也会欠女人的 没有债,不会组成一个家庭 有的男人会对女人说 你嫁给我吧 以后所有的家务 什么洗衣,做饭,拖地 我啥都干 什么也不要你干 只要你能嫁给我 我都愿意有的女人结婚以后 跟人家跑了 后来回来了 这个男人还要他回家的 这不是欠人家的吗 只是多数女人都是欠男人的 那怎么还债呢 有的女人骂男人 我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窝囊费 啥也不行 见到邻里就贬自自己的男人 见到同学也贬自自己的男人 说自己的男人太没有用 都是自己在忙里忙外 快累死我了 你听了我的课 就不会再贬自自己的男人了 如果你真的嫁给了一个窝囊费 那是前世 他为你效力的太多 今天 你就应该补偿 这不是你倒霉 而是你前生中了那样的因 今生结果了 你前世一手所造的所有业 你今世都得承受 佛家讲瘦了 瘦了瘦了 就能了这个业 你回家心平气和地承受去吧 从今天起 不要再恨了 他就是你前生欠他的多 所以 今生你得承受 有的人骂人骂了半生 甚至骂的 连人家的老祖宗也骂少了 到现在还脑袋疼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成天吃药 都快变成药罐子了 我一看 人家的老祖宗住在他头顶上 他能好吗 吃多少药也不会好 听完因果课以后 你还想骂谁啊 女人嫁给什么样的丈夫 都是你的命啊 今天遇到的人 都是命中有的 都是前世中的因 今天才结这样的果 认账吧 无债不来 无缘不拒 男人也是一样 你也从高处下来吧 不要因为自己是男人 就对女人指手画脚 女人也是一样 你也下来吧 要认清自己是谁 前世欠他 今生才嫁给他 要是你丈夫蛮好 你说你不欠他 那么你是欠你婆婆的 婆媳今生见面就不合 这都是前世的冤亲债主见面了 有的婆婆不理解 说我为儿子花了这么多钱 才把他娶过来 结果他对我凶神恶煞 真是气死我了 真是倒霉啊 不是倒霉 那是你花钱买回来的冤亲债主 不倒霉 你前世不跟他有因果 他不可能嫁到你家来 那是他气你啊 是你中的因 今生才收获这个果 亲兄弟姐妹 反目成仇的有多少啊 都是因果关系 无债不来 无怨不拒 为什么有的家族 一大家子人和睦相处 说话都客客气气 他们是善缘 他们也是来了缘的 今天你要把我这颗听透了 回家去千万不可再抱去 见到谁都是缘 认账啊 低下心来 从高处下来吧 做女人哪 你不要低三下四 也不要指手画脚 要明白前世欠他 今生才嫁他 也别腰三喝四 这么些年了 你知道你的丈夫 你的儿子 在你的河东事后下 受了多少委屈吗 因为你的脾气刚强 他们没有好受过 你一见他们就骂人 就挑剔 他们从来没有感受过你的温暖 你也没有开心过 今天该醒悟了 来到我们身边的人 有讨债的 有还债的 有报恩的 有抱怨的 都是有缘人 如果有的孩子 从小病病歪歪 让你倾家荡产 或者忤逆不道 打电骂娘 这样的儿女 都是你前世欠了他们的命债 这事是来向你讨债来的 如果你前世欺骗钱财 人家太多 这是必定转到你的门上 来做你的儿女 来讨债 有的孩子小时候 经常要看病 家里的钱 都给他看病花光了 长大了 还不知道孝顺父母 这样的孩子 你不能恨 不能怨 你只能用爱来对待他 因为你前世欠他太多了 千万不要再骂了 这样的话 你前世的夜未了 有添加今世的恨和怨这样的心账 即使就业未了 又添新夜 你这一世不想还 来世 利滚利 还会有人抽打鞭 敢逼住你去还 就就自己吧 没有化解的怨云 回去化解吧 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这些人都是来了缘的 佛说 众生是平等的 你的丈夫也不是你的私有财产 只是前世跟你有一段姻缘 这一世是跟你来了结这段姻缘的 而女也不是你的私有财产 她也是众生 只不过 她是前生欠你的 有来还账的 也有钱是你欠她的 这是来讨债的 还是姻缘所欠 你要是好好琢磨今天的课 那么就会惊人远看 会从心上把丈夫儿女设下 为什么佛让你设下 让你不能把丈夫 看成你的私有财产 不能把妻子 看成你的私有的 只不过是她前世跟你有因 才有今世这果 缘尽缘散怎么讲 大家都知道 缘分尽了各离分嘛 佛为什么让我们把惊人远看 回去要付出你的爱心 这个爱不是现在很多人认同的 情感上的爱 什么叫情感上的爱呢 就是你拼命地赚钱 给她吃啊 喝啊 你这样 来时还得轮回 因为情重了 你舍不下她 你和她都会去轮回 赶紧把丈夫从心上撤下来 回家别把她当成丈夫了 她也是众生 只是她前生跟你有一段因果 不知道是善是恶 你要付出更大的爱来对待她 默默地奉献 回家以后 咱们要把家里的活干起来 屋里 屋外 统统干起来 别抱怨了 抱怨别人就是害了自己 如果你把夫妻之间的情分看得重了 你还得去轮回 还得去结缘 还得跟人家去见面 你念佛也跳不出轮回 你如今明白了 知道一切有缘众生都是来了缘的 你回去以后 从心上把她撤下 在世上更得对她好 对她做奉献 要用菩萨的慈悲去对待她 让她过好每一天 一生都要善待她 让身边人开心 你就是再做佛了 对待儿女也一样 你把她们从心上拿下来 不要过于牵挂 早上起来 你给她准备好早饭 给她爱心 让她感受到温暖 让她开开心心 把她送出大门去上学了 一关上门 你就要把她放下 不要再去想她 马上想恶弥陀佛 念恶弥陀佛 最后你能成就 儿女也能借光 真正的舍 岂是也是德 你把她们放下 一心一意地念佛 最后 你走的那一天 你去西方极乐世界了 走得非常殊胜 有很多瑞相体现出来 让丈夫儿女眼见为师 最后 她们升起了信佛念佛的信心 都跟你成佛了 这才是真正的放下 才是真正的爱 是大爱 为什么佛要我们清静 清静 平等 绝啊 你要做到清静 放下了 就能成佛啊 要是你心上放不下丈夫孩子 你天天磕头 念佛 诵经 儿子丈夫看你天天去念佛堂念佛 法会也总是非常积极地去参加 好像一个老修行的样子 实际上 你一个人都舍不下 今天小儿子 明天想丈夫 后天想这个 还想那个 谁都放不下 最后走的时候 一下子下地狱了 身体僵硬了 你儿子一看 说 哎呀 我妈平时那么用功 怎么都没有成佛 看来 那佛根本不存在 我也不念佛了 这下子坏了 全部堕入地狱 对不对 这个舍是教你从心上放下 千万不能回家后 丈夫不要了 儿子不要了 一个劲闹着要出家修行去 这样你造业 我也造业了 大家一起下地狱去 传法的人说错一句话都要下地狱 我跟你们讲的舍 是让你们从心上放下对家人的牵挂 把心灵的空间打扫干净 空出来 别装丈夫 别装儿子 一心全部装阿弥陀佛 所以你成佛之时就是你拯救全家 离苦得乐的时候 你舍了就是你得了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